下午好,我是阿海,我现在云南起径,起立水箱 我们今天来看一套这个农村房子 门前就是菜地,视野会比较开阔 在这个门前呢,就可以看到远处那个山了,叫老木山 然后这个房子抽筹呢,是300块钱一个月 然后房间里面它是弄得比较干净,还带洗澡间呢 它水电都通了,水费会比较便宜 水费呢就是2块6一等 电费呢好像是3.6还是5.6一度 几毛钱一度,电费也比较便宜嘛 可以看到远处啊,门前这边好多水 水费会比较丰富,它还有菜园子,延处那个山呢就是朗木山 还有很多风味发电的在那个山上 然后它们新农村呢就是在这远处 白色那一条呢,它们新农村 它们盖了新房之后,老房子的空置了 然后它门前就是菜地啊 它出门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野会比较开阔 那块菜地它门前呢种了一些果树啊 种了一些花在里面 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前面这一条呢 这一条它是种了一些树在里面 这个树呢叫红豆山啊,长这么大一棵 它这个花呢叫那个山蝉花 它里面种的菜,就带这块菜园子 差不多有三四十个平方吧 然后那个房主人家就是这个 它房东是比较好讲话的 但是这个房子虽然老 但是它房子在里面有不一样 跟别人家的它装修会比较敞亮一点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这个房子 它有四个台阶要上去了 然后进门这里面呢 它这边它是有水的 水电都通了嘛 看到水管的正常使用 这边的水呢是从山上的那种山前水 山上拉下来的 然后这边的房子里面 那边是上二楼 可以看一下这边 它堆的东西虽然多 但是房东说你不用了 它马上就收掉了 进门这边呢 它是一个洗澡间啊 是电加热的洗澡间 然后看一下这边 这边是上楼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 它是一个玻璃的 这边有茶几样 你要用的让房东留下 不要用的让它收嘴就可以了 这间呢就是客厅 这个客厅呢 差不多有三十多个平方啊 客厅它是弄得比较干净 比较透亮 它上面是吊了顶的 然后这边有两道窗子 可以看到后面 后面的就是朝西边了 这边每个房间 它都有好多插座 水电都通了 还有网线的话 自己花钱接一个也可以 我们看一下楼上给的 你看什么 我已经使用了 看看上楼的右手边 这边的桌子 柜子 这边还有一张床 这个床是一米五的 两张床 这边就是玻璃啊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玻璃上面 可以看到外面的山 山边上 这个房子上面是做了吊顶的 然后这边是一间房 过来这里又是一间房 这间房也比较大 20多个瓶 它有那些櫃子 有年轮杆的櫃子 上面还有吊了底 这边还有一道窗子 我们看一下后院 后面的就是西边啊 那边是沙发 这边也是一个客厅吗 还是 它放了一间床 一间奥是吧 出门呢 就可以看到 远处这个风景 视野会比较开阔 看一下门泉 一出来心情都会好一点 这边都是农村啊 念符的话 多少钱一念 你这个 你这个我差不多 三千块钱可以了 空也是空的 你可以了 四千块钱 你要带盐子 你要平房就可以 你这个价格 三千块钱可以了 刚才那家人他两栋房子啊 我认识你两栋房子还不要跟鸡头 你讲他就喊这个开盘子给你敲了嘛 还不要过后 一头还不要敲 哎 你根本价格可以了 就差不多三千块钱 三千五 别人来租 外面的来租都是两千 两千五 我给你价格好厉害了嘛 房东要三千六 一个月就是差不多三百块钱吧 你这个租最长时间可以租多少年 你租多少长时间 不会拆钱嘛 拆钱嘛 这个我也说不清嘛 他们以前就说拆嘛 这个我也不可以说 拆钱怕还好长时间吧 五千不会拆 近五年不会拆啊 嗯 然后这边环境比较好 门前呢这边是菜地啊 后面就是那个山 那个山叫朗木山 然后这个房东他要出租呢 就带我们过来看上这个房子 他说是三百块钱一个月 一个月一年呢就是三千六 但是房间里面是需要收拾 但是房东就说了 如果这个房子呢 要住人呢 他要怎么收拾怎么弄啊 他帮这个房子把它弄好 才可以给大家入住呢 所以这个房东也是比较好商量